对刘诗文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邓亚天 对 刘诗文是速度非常快 有自己的特点和锋芒 那么相对来讲的话 刘诗文力量稍显弱了一点 但是因为他可以用他的速度 和用他的灵巧来弥补 他的力量的不足 绝对力量的不足 所以在女线里头 他仍然还是一个相当相的 有实力的运动员 但是确确实实 从目前来讲的话 刘诗文对李嘉元这场球 两个人的打法也比较相似 两面反交右手 两面反交右手右手 其实很难打出变化的 这个时候其实更加考验的是 你整体的实力是不是足够 想到这个俱乐部来以来 他一定要为这个武汉俱乐部 打出他的最好状态和最高的胜率 陈梦是20胜9负 比较相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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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从开局我们看到刘诗文还不一定能够打出自己的那种快速 因为他俩打法太像了 优势 很难打出自己的特点 因为他俩打法很相似 所以今天看谁快 看谁有变化 所以刘诗文还是要从变化 从调动上 李家元我看他站在中间站得挺稳的 要调动 你一碰他直接就撕你 这个球刚才刘诗文就是碰了一下以后出界了 你看这个球刘诗文在正手啊 他是把这球带点钩子 然后再加了一点摩擦 球拉的比较轻 比较短 让对方借不着力 看球 弱点变得很快 观众朋友们可能您刚刚打开电视机 您看到的是2016年中国平衡学俱乐部超级联赛 女子第一阶段最后一轮比赛第18 能够取胜的话将会获得第一阶段排名第二的好成绩 同时呢 这场球 北京首创的 北京首钢的 胜负也关乎这 其他两支俱乐部的最终的排名 第一阶段 还有这个山东旗鼓交通以及八一金博 满子呢现在已经产生了第一阶段的四强 分别是山东卫桥 八一大商 霸州海润 上海中兴 这四支队伍进入四强 辨直线 漂亮 那么平衡联赛第二阶段总决赛将会在本月的29至31号 三天时间在安徽的合肥进行争夺 31号将会产生最后平衡联赛2016年的最终男女胎的冠军 还希望您能一起关注 今年平超联赛最终的冠军 他就可能会给他带来机会 所以这个呢就是刘世文比他的变得要快 那么对于李家元来讲的话呢 前面开局打得还可以 打到6比6 连输了5分 这个球非常值得去好好的总结 为什么到最后自己比8球 两个球都没有抓住 所以在第二局这个里头看看 能不能找到这个好的办法 出过快 远远高于李家元呢 更细腻一些 打球的节奏控制变化 包括对落点 我看这个刘世文打球很聪明 所以经常这个落点变化的 包括他的这个弧线的变化 还有高低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基于前一段时间 刘世文呢也被暂停了国际比赛 肯定也有一些原因 那总之我想呢 印度人其实有的时候 他会出现一些瓶颈 他会有一些茫然期 会的 比如说他对自己的这种要求 原来可能会更高一些 但是随着时间的这种消耗 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 那这时候他是能用一个 非常积极的状态去面对 如果他不能够完全做到 我们比如说教练组啊 比如说这个队伍啊 也会帮助他 总之是希望他能够 在下一个奥运周期 也就现在这个周期了 开始了新的四年 能够用最好的状态 去迎接竞争和挑战 漂亮 快 这个球 出手那个瞬间很快 比如说那最大特点就是 他动作短数很小 但是他的球质量很高 球也很壮 加摩擦加速度 这就说明他的手腕力量很好 对 漂亮的球 现在李家元的球呢 可以打得更加粗暴一些 简单一些 完全是以实力 或者多一些这种 搏杀 多一些凶狠的技术 来对抗刘士文的变化 你看相对来讲 李家元的这个落点呢 盯得就不够死 他基本上盯不住这个 刘士文的中间位 盯盯就漏掉了 要不盯到他反手 我要不盯到他正手 他就盯不住他的中间位 所以这个对打球要求的 这种精准性啊 他自己啊 还需要可以再提高一下 这个球呢 还是刘士文占据 从整体实力上来讲 肯定是比他要强 对 打球的节奏 精准性和目的性 都比他要好 综合能力要好一太好 刘士文个人不出太大的问题 对 也正常发挥 如果对方要超水平 凶狠的有一些搏杀 刘士文呢 再把控不了 这球还会有一些不动 你看到今天啊 最兴奋的 也是最感谢的 就是现场的 这些球迷 确实是 非常激动 这也是拼超联赛 我觉得 在主办承办方 要培养这样的 培养这样的球迷 培养这样的主场 有些手段和空间了 是的 这样10比5 刘士文拿下第二局 现在刘士文2比0领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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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啊 我记得以前 你看奥运冠军 世界园里局 正手真的是 只要到正手的球 基本不漏 有速有把握 对李家园 像对刘士文这样的 高水平的运营 他就搏杀 要把刘士文的节奏打乱 他跟他四平八稳的这样打 他对不过他的 他速度没他快 变化没他多 这个时候就是应该 打一点超长的球 把对手打乱 这可能才会有点 加力 就是比他快 就是比他快 你看刘士文那球 根本没怎么感觉使劲 但是他这个腕力 很顶 非常顶 你看多顶他 多顶他 射不了身 没机会 打不出手 所以运动员还得有内功 你看同样动作 但刘士文就能打出这种高质量 别人就打不出来 是因为他有内功 而身体的力量很重要 他内在的功力很重要 手腕的力量也很重要 就像我之前 我曾经想过就是 平常的长青座 内典的名将王尔德尼尔 王尔德尼尔在90年代后期 他这个发球的变化 真的是让人琢磨不透 但是他想 大家都在传 都在想 我没和老瓦交过手 都说老瓦的发球 得有多转的 他们就有一个比喻 就是太转了 王尔德尼尔发球 太好太转了 那大家又在想 他的发球 为什么那么转呢 是因为他手腕的力量大 他用力可能更加合理 有一种神力在里面 所以这个技巧 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到 所以发球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想发好不容易 那反过来呢 就是 刚才邓雅萍给大家也介绍了 年轻小将李嘉元 今天啊 他这个球就是要 加强 全方位的搏砂 打出一些超常规的技术 所以这薄虾就是需要能力 你看他的正手 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的步法不能到位 手法不能有这个力度 反手还可以 但到正手的时候 你看他大臂推得太多 正手一看就是属于软 对 就知道 到这次 高级 站住 そして али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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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漂亮 正手测身位 刘师傅的整个判断反应转换都很快 很紧凑 大球 正手确实有漏洞 正手是想到了 但是他的做不到 他的动作 动作力不够 打了打就瓢了 这样刘斯文 3比3 3比0 拿下了这场球 为武汉安心百分百 拿到了第四场的胜利 这场比赛就是武汉 3比1获胜 你看好多加快哦 1比5 啊 3比5 3比5 3比6